大家好,我是默克生 相传当年老子的道而去 阳口神泉的游龙因贪税未能跟去 五千年修炼未能成行 心中便生怨恨 所以终日在阳口湾和龙王思闹 致使余下无火 紫阳真人张伯端收服了他 留下了这个五指石 这也是提醒人们要既得行善 老远就听见下面吵吵闹闹的 说是不吃他们家的凉粉 终生遗憾 我是比较浅 我吃了六十年了 二十年了 我老山里又举着点灯 今天通车报到我的两份千年 那等会儿我也有这点 你要有酸辣的 有酸有甜的 十块钱一碗 十五两碗 你这一个人 酸辣的 酸辣的一句 我这酸辣一句 那他有酸辣的 好 这个水盘的 你有 这个在我家里吃的 两个串辣的 两个甜的 一个甜的 给你多送点油 多少钱 二十三 二十三 对你一天 你为什么呢 我看到老山凉粉好吃全是我家的 挂老山里又举着点灯的凉粉 都一攻略大众点评 一出去过家 你见辣椒吗 我以前在里面都能够多少 我以前在二十多年 百万五年 来一碗尝一尝 我尝尝他们家这个老山最好吃的凉粉 到底是啥味儿 大老山里有局长点灯的凉粉 这是整个老山最好吃的 烹烈不说大话 味道确实不错 没吹牛哈 啊太好吃了 这个凉粉真好吃 这个辣味儿挺好 我的辣是买的别家谁舍得用这么好的辣椒 他们都是辣椒味儿 买的辣椒粉加进去 我买的是油泼辣的 湖南最好的辣椒 这个凉粉如果没这点辣的话 可能口感要打不少折扣 这凉粉是什么做的呢 大海里的海草 是花菜 十二间和中国第三期 第三期是第二期不是报道过吗 海是花吗 就采购各地的客人怎么做凉粉 我给你看看呢 一路上呢 就拿了这种海草 在海底捞的是紫红色的 很像像珊瑚一样 哦这就是海草 这叫石花菜 石花菜 我们当地的土花叫做海凳菜 海凳菜 基本上叫鸡毛菜 就跟这个做出凉粉 是高压锅煮一个小时 煮出焦汁来以后 把渣的过滤冷却形容动 就是清清清清的动作 大哥上来给我歇会儿 到北老山茶 因为山前水泡的 上了我家的凉粉 人人吃完都点灾 我的凉粉有十个位的凉粉 确实挺好吃 确实挺好吃 这个朋友们吃完都点灾 我不遗憾了 这辈子不遗憾了 吃了他们家凉粉以后 他们说全国各地都有凉粉 他们山西有个红圆凉粉 也是名盘 但是红圆的凉粉是淀粉做的 他怎么吃也吃不过 我们这个滑滑的润润的感觉 是是是你说这个对 他那个怎么叠这个粉面的味 他面粉怎么叠有个面粉的味 他这种滑润的感觉 确实要比一般的凉粉好吃 你看 头亮呢 真不错 给他点个赞 下次来那个劳山 一定要记住来这家吃哈 怪不得敢吹牛啊 这个凉粉确实不错 而且我觉得价格还不高 在旅游区里边可以了 疑似幻境 这句话形容劳山还是挺贴切的 这是劳山正常收费的价格表 淡季旺季价格不一样 所以现在出来玩 光门票和驱烟车就能省 这是平常就可以免费的人群 好了 没有来过的 尽快来吧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 朋友们